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张启腾 今年春节连续假期长达七天 为了避免弱势家庭遭遇紧急的状况 新北市政府连续六年办理春节贴心服务 春节期间发送两千个春节平安带 让民众安心过好年 春节贴心服务迈入第六年 为了能够深入各地及时提供服务 结合辖区内的派出所及慈善机构 多达166个据点 准备了两千个平安带 提供给有需求的民众 而今年更扩大与民间的合作 像是台湾优衣库公司 就捐助了五千件的衣服 以及一万五千份口罩 再加上社会局以及民政局 和地方公益社团及公庙的合作 让服务能够广集新北 侯宇市长也特地感谢 所有捐助单位的爱心 在春节期间很多的儿少 弱势家庭没有办法过一个好年 新北市每年在春节这段时间 都会发送平安带 里面有很多的物资以及保软衣物 让这些及需要被关心的家庭 跟儿少得到资源 而我们摆放的据点 大部分都以派遣所为据点 还有一些相关的公务机关 我们需要和需求的 这些种是家庭们 我们都愿意来给予照顾 每一份平安带都有罐头 面条 料理包等共11项商品 另外派出所以及分住所 也都有预知现金备用 让值班远景可以主动协助 有需要者或者是到派出所来领取 而原有的幸福保卫站 则是全年无休 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安心过好年 记者赵实院吴志恒板桥采访报导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医护倍感压力 为了替医护加油打气 新北市土城区日清理里长吴信平 号召志工制作元气弹 送给土城医院的医护 谢谢他们的努力 持续守护防疫第一线 土城医院前医护团队 以及土城区里长和区长等人 大家卡位准备拍摄照片 医护紧绷的心情稍稍得到放松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为了鼓励医护严守防疫第一线 日清理里长吴信平 号召志工制作了500颗元气弹 送给医护同仁 并且谢谢他们这段时间维护社区健康 我们宏副第一线这些医务人员真的很辛苦 那我们身为在地方 为这些民众服务 也就是有生长 是一种又紧绷到 那希望可以透过我们这种微博之力呢 可以为我们的第一线 来做一个加油打气的工作 疫情又在让大家更紧张的时候 那我们大家在很忙的时候 那有收到这样子这么温馨的一个礼物 我们的感觉实在非常非常好 塑胶盒内装着八颗元气弹 平均要花八个小时的时间卤制 里长说疫情爆发以来 大家的心情都很闷 更能想象防疫第一线的医护团队 所承受的压力 而他们能做的就是用美味的元气弹 让医护团队感受到 大家满满的肯定和感知之意 在我们经过一年 大家一起来防疫的 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度过 那刚好今年桃园的一些 业内感染到很小的社区感染发生 我们土层区所有的里长 我们一定来潜力力挺 我们这些医师护士做好这些的防疫工作 来保护我们土层 土层医院在当地为我们土层区所有 24万人口服务 我们借此用元气弹来给他们鼓励 加一个防疫 新冠肺炎传播疫情看不到尽头 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 土层医院表示 以医疗人员职责就是守护社区健康 降低民众使用医院的服务需求 他们持续努力也和社区民众团结一心 相信能够挺过疫情 感谢土层区的加油打气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不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原定新北市灯会已经宣布取消 但是早已经准备好了灯笼该怎么办呢 三峡区公所就把大家用心绘制的灯笼 布置在办公大楼内 让来洽工的民众抢先欣赏 也为单调的办公环境增添不少喜气 来到三峡区公所 看到大厅内挂满了各式各样牛年的创意灯笼 张灯结彩的景象提醒大家 距离农历春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 而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新北灯会已经宣布停办 不过各区早已将彩绘灯笼绘制完成 于是三峡区公所就将43个灯笼布置在办公厅内 让洽工民众可以就近欣赏 那我们有很多种的特色 我们各种的彩绘方式 而且大家把每个礼的特色展现出来 非常值得大家就近到公所来看 我们四府集在举办灯会的相关的一些灯笼 我相信到我们三峡公所就可以看到 而且就近就可以看到我们各地方 做出来非常不一样的灯笼 就有过年的一个气氛 结合了三峡区28个里的特色 所绘制出来的灯笼 再加上学校 在地艺术家的创意发挥 可以说是充分展现了三峡艺术之美 虽然新北灯会停办 但民众仍然可以利用洽工的机会 抢先欣赏非常具有在地特色的创意彩绘灯笼 记者沈静华吴志恒三峡采访报导 年关将近各大卖场为应付民众半年货需求 会大量进货 加上购物人潮多 很有可能发生食品卫生及避难逃生等问题 副市长谢震达特地来到苏林区加勒府抽查 带领市府联合机查小组 维护消费者的公安及食品安全 谢震达副市长率领由市府消防局 公务局 卫生局 金发局 环保局 以及消保官等局势 共同组成的公共安全联合机查小组 到大卖场进行公安以及食安的联合机查 重点项目包括了年货食品包装标示 有无符合规定 储存环境是否符合卫生规范 区域室内空气品质是否合标准 以及消防安全设备等逃生通道 有没有畅通等等 谢震达表示 虽然有疫情的影响 但是卖场的基本食安以及公安 一样要做到位 并且落实防疫工作 保障消费者权益 还有我们防火 像防火门是不是符合公安的一些规定 目前看起来都有符合相关的规定 那也针对我们相关的一个食品的标示 包括我们是不是有莱猪专区这些等等的一个标示 目前也都符合我们的一个规定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检查 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 有一个安全健康的一个购物环境 那这个防火防疫庭员们 在有侦测到这样一个烟雾的状况的时候 它其实是能够自动的 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防火区画 市务市长也呼吁 相关业者在提供完善的服务以外 也要顾及各项设施设备运作正常 同时公共场所业者以及所有的市民 都要遵循防疫的相关规定 出入都要量体温并且戴口罩 确保全民健康和安全 让市民们安心过好年 记者赵世院吴志恒树林采访报导 前一阵子寒流一泼泼 天气冷 长辈不想出门 为了鼓励长辈多出门走走 新北市永和区中西里举办共餐 特别准备许多热食 要让他们出门动一动 并且提醒睡觉时把外套放在棉被外 有防温度落差的效果 来到中西里活动中心 准备参加共餐的阿公阿嬷 全身薄紧紧 毛帽手套全都有 这几天寒流一波波 实在太冷了 一定要做好保暖 而这样冷的天气 全台猝死人数超过百人 代表新北市议员林斐凡 参加共餐的蔡丁武秘书 特别教导保暖妙招 睡觉的时候把外套放在棉被上 蔡丁武秘书传授保暖妙招 避免起床后闻茶落差大 猝死机率高 提醒老人家一定要学会 另外里长谢春兰和共餐志工 准备一桌子热乎乎的饭菜 细心叮咛长辈们要多吃点 我们今天够一盆菜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总体的胖姐你知道吗 胖妙啊 精彩色啊 他奉命了一个木儿够一盆菜 我们今天又吃咖啡汤 咖啡汤 吃火热热 大家吃火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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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和设计摆设充满了猫咪的元素 餐点则是主打客制化饭团 满满的日系便当风 可爱造型萌翻了所有来这里用餐的顾客 走进店门 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猫咪元素装潢 从墙面彩绘 各式娃娃摆设 到墙上图画 不同姿态的可爱猫咪 让人来到这里心情就轻松了起来 一进来的感觉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放松 很舒压 对 然后东西除了造型好看以外 又好吃 整间餐厅它是以猫为主题 就是因为我知道老板娘很喜欢猫咪 所以她做了很多猫咪的功课 你说包含他们的招牌 还是他们的器具啊 食器全部都是猫咪 然后进来就会觉得很疗愈 虽然我不是猫控 可是就是觉得她很可爱 老板叶小姐是香港人 当时要开店的时候曾经很苦恼 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类型的餐厅 后来是儿子的一番话点醒了她 用她做给儿子的可爱造型便当 来当做主题 后来我儿子就跟我说 妈妈你要不要试试看 卖我平常吃的可爱的便当 他说同学啊 老师他们都很羡慕 然后很想要 我觉得这个幸福的感觉 很想要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想想觉得 其实这个点子也不错 然后就好啊 就试试看这样子 而且每一个造型饭团都是手工捏制 不用模型 就算是熟客 每一次消费也都会有不同的惊喜 甚至还可以提前定制指定造型 我们这是纯手工捏的 然后我们纯手工捏 既然可以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做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尽量希望他们每一次来 都有不同的惊喜 它的造型每次都 像我之前有企鹅的 然后也有狗狗的 然后最常出现的也有猫咪的 之前还有看过长颈鹿 还有皮卡丘 就是我觉得每一次来 就是你会看到 不同的那个造型 就是也会让人家很惊艳 除了饭团造型吸引人 煮餐的烹调同样也不马虎 像是最近推出的烧烤酱煮里肌 特地腌制的里肌肉煎过以后 切成特厚的猪排 口感扎实 同时软硬适中 搭配特调的烧烤酱 独特的风味让韬客们赞不绝口 非常的厚 它厚不会让你觉得说是那种 硬的舀不动的 但是还可以软很嫩 然后酱料的味道 就是让你觉得说是很 没有太多的特殊的那种调味 没有味精很天然这样子 我们的猪里肌我们有用 特别的腌制方法 然后让它的肉比较嫩 然后就是煎出来就是很香 然后搭配那个烧烤酱啊 烧烤酱里面我有加了一点点的 番茄酱进去 就让它盖住那个烧烤酱 那个有点焦焦的味道 因为这里就是小孩也蛮多的 就是尽量让他小孩大人都可以适合的口味 虽然说是从小朋友的便当作为发想而设计的餐点 但分量都调整到足够大人吃饱 而不便的是餐点甚至饮料的调味 都还是以健康天然的方向来设计 像是这一款贵族猫奶茶 不仅造型疗愈吸睛 口味也是老板特调 我们就是特调的鲜奶茶 里面有加一点点的果酱下去 所以它有带一个果香气 然后我们糖没有加很多 因为我觉得外面很多奶茶都太甜了 然后尽量就是调整那个甜度 让它喝起来就是顺口 但是又不会太甜这样子 它比较多都是属于天然的原食材 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加工 所以小朋友吃就会很健康 就是也会顾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像可能我们味道不会吃太重的人 其实也很适合 何老板对烘焙也十分的拿手 店里的蛋糕点心都是他亲手制作 像是这道招牌的鲜蓝莓起司蛋糕 使用新鲜蓝莓加入起司烘焙 抹上蓝莓酱 放上新鲜蓝莓点缀 入口蓝莓酸酸甜甜 和浓郁的起司在嘴里完美融合 是甜点控不能错过的一道点心 它的特点呢 就是它中间我们是加新鲜的蓝莓下去烤 然后烤了以后它爆开 然后在里面就是很好看的那个颜色 然后就是吃下去的时候 它可以中和那个起司能力 然后所以它吃下去就是酸酸甜甜的 不会说很腻的起司蛋糕 而店里还有各式的童玩和游乐区 希望让带小孩来这里的家长 也能够轻松用餐 在繁忙的生活中 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观赏各种萌萌的猫咪和餐点 偷得复生半日闲 记者赵世渊永和参访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T按赞 居然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96.9轻松电台联合自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是张祈腾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 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